今天算是这个课程的下半段 我们知道说这次的讲题 就是从会幕来学敬拜 这个是非常重要 因为神呼召我们就是要来赞美 神创造我们就是要来赞美他 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要来敬拜他 就是要成为一个真实的敬拜者 我们说旧约中的会幕 其实就是上帝指明的一个敬拜的中心 在你们讲义的第一面 也就是说上帝的心意 就是要来透过这个会幕来什么呢 住在以色列明德的当中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会幕的敬拜 就是要让上帝所简选的 以色列的指明 也包括我们今天蒙上帝所拳选的 透过敬拜能够过着与神同在的生活 我们感恩今天在新月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师 那身为君尊的祭师 我觉得非常重要 我们必须对会幕的真理有所的了解 为什么呢 会幕里面的这些器具 其实每一样都在彰显耶稣基督 所以耶稣基督就是会幕的这个的中心 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敬拜的这个中心 所以呢 透过会幕的真理 能够教导我们用正确的方式来敬拜他 来侍奉他 所以让我们呢 一起来学习这个会幕的真理 能够进入心灵城市的敬拜 好 这个时候呢 稍微把上一堂课做一点点的小总结 所以呢 若你的讲义的话 你可以翻到你的讲义的第八面 在那个图表里面呢 这个就是摩西的这个平面图 有外宴圣所跟这个的之圣所 那你会发现到这一些的器具 外宴圣所之圣所呢 这个器具的排列呢 就好像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从上面看下去的话呢 就好像是一个什么呢 就好像是一个的十字架 所以就是说呢 其实呢 耶稣基督呢 这个上帝我们讲到这个耶稣基督 其实他在十架上的耶稣基督 其实被定死的耶稣基督 其实就是我们呢 这个敬拜的中心 他复活了 他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配的我们 所以呢 在昨天有讲到呢 从会幕的内容的设计呢 给我们看到 我们基督徒的灵命呢 的成长 继续不断的什么呢 成长 成形跟成熟 我想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不单只是在成长 要成熟 而且成形 那我深信呢 基督徒灵命的三个阶段呢 从外面 外宴是代表什么呢 代表这个称义 表示我们今天 借着耶稣基督的代数 这个同祭堂 以及这个圣灵的捷径 透过洗桌盆呢 我们信徒呢 就得以称义 所以昨天我们讲到呢 第一个阶段什么呢 就是得数 第一个得数 然后进到这个的 内院的时候 这个圣所的时候呢 所代表的就是 这个成圣 就表示呢 信徒要过一个 成圣的生活 所以呢 才能够有真实生命的流露 因此呢 所以可以活在上帝的 在圣所里面 活在上帝的观照的当中 能够享受这个神的 属灵的灵粮 而且呢 也进入呢 蒙神 约纳的 这个的祷告 所以我们说呢 从这个 得数 进到第二个什么呢 成圣 就是什么呢 过一个成圣的生活 其实我们就是要成为一个 得圣者 OK 过一个得圣的 这个生活 那进入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呢 基圣所里面 所代表的 这个所代表是得荣 就讲到呢 基督徒在这个地方 乃是什么呢 与神同在 与神同行 活在上帝的这个呢 永恒的这个的同在里面呢 所以这个讲到什么呢 第三个就讲到得荣 那在这里特别讲到 这个得荣不是为了 得到自己的荣耀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我们敬拜的 这个意义跟目的呢 就不对了 这个得荣的意思表示说呢 我们来到上帝的宝座 得见神的荣耀 所以当我们说 得见神的荣耀 也是上帝的心意呢 要我们什么呢 能够什么 与主同作王 与主同长完全 这是从创世纪 一直到启示录 上帝的心意都没有改变 要我们与他同住 神要与我们同住 更重要的是 我们也要能够 与主同作王 同长完全 那昨天也有讲到 这个会幕的这个预表 那我们先读这段的经文 春艺记记第29章 42到43节 非常重要的一段的经文 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呢 会幕的这个 所要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读一下 那这要在耶和华的面前 会幕门口 做你们世世代代 现的房地 我要在那里 与你们相会 和你们说话 我要在那里 与以色列人相会 那会幕呢 就要因我的荣耀 成为圣 就是成圣 我要使会幕与他们 成圣 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 成圣 给我供祭师的职份 我要住在以色列中间 做他们的神 他们必知道 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是将他们 从埃及地领出来 为的是要住在他们中间 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所以我相信呢 今天我们每个人 都是蒙上帝救赎 就好像以色列的百姓 从埃及 我们今天从这个世界 蒙上帝拯救出来 也就是上帝拯救 我们的目的呢 就是要来敬拜他 就是要来敬拜 就是事奉 事奉就是这个敬拜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呢 这个会幕呢 主要目的这里 特别讲到什么 相会 讲到说话 讲到什么 住 所以昨天我们讲到呢 其实会幕呢 就是恢复 这个伊甸园的 这个敬拜的中心 就是神与人同在 神与人相会 神对人说话 所以这三方面 这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说的会幕呢 乃是上帝吩咐摩西 造这个会幕的圣所 所以会幕是一个 藏幕的一个圣所 就是上帝居住的所在 是一些人敬拜神 与神相会的这个地方 所以今天我们敬拜 就是什么呢 与神会面 与神面对面 所以Proscunio 就是与神面对面 亲嘴的这个意识 所以我们说会幕的恢复 其实就是伊甸园 神是我们的天父 是天父家庭的一种的 内时的生活 所以敬拜其实也就是什么呢 也就是一个与神独处 OK 是过着一个内时的 这个的生活 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说的第三方面 也看到会幕 代表上帝与人同在 上帝要住在人中间 与人相会 所以我们可以从底下 这几处的经文 来证实这一点 那么昨天也读过 我们在读 又当为我造圣所 使我可以什么 住在他们中间 这会幕神要居住在其中 Tri-Git 25章 那么Tri-Git 29章 我要在那个地方与你们相会 和你们说话 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 所以他说 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圣 这是很重要的 那么在第29章也讲到 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 做他们的神 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 他们的上帝 是将他们从埃及领出来 为要什么呢 所以神领你出来 神拯救你的目的 乃是因为神要住在 神要与我们同在 神要我们同在 祂要住在我们的中间 所以在拽记第40章讲到 当这个会幕建成的时候 神的荣光充满了这个账目 甚至到最后启示录 讲到终极的这个目标 将来我们身为上帝的子民 都要什么呢 神祂说祂的账目要在人间 祂要与人同住 所以以后我们就能够与主 同做王 同长这个王权 所以给我们看到 这的确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 为什么呢 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竟然选择与人 去住在人的当中 所以昨天我相信在 昨天你们讨论当中 也讨论说 如果上帝要与你同住 你会有什么感觉 或者说你会怎样的调整你自己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知道 神祂是以马内衣的上帝 让我们调整我们自己 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这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神是一位圣洁的神 那昨天也讲到 这个会幕的材料 所象征所代表的 这些属灵各方面的 这个的意义 特别讲到 这个圣殿里面的 这个器具的时候 都是用什么呢 大部分都是用这个 造家墓 但是外面是什么呢 包这个金纸 所以这个金金的话 这里给我们看的是代表 上帝属性的荣耀 但是造家墓所指的是什么呢 是天然的性情 所以给我们看到 神耶稣基督 你会发现到 祂具备有什么 祂是一个完美的人 也是一个完美的神 所以祂是一个完全的人 也是一个完全的神 所以祂具备神人恶性 所以也就是耶稣基督 祂能够有资格 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中宝 所谓中宝就表示 耶稣基督 祂能够在神的面前代替人 那么第二方面 祂也能够在人的面前代替神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重要 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造家墓 其实这个造家树 就是一个shitting 所以我们说造家树 又称为神庭墓 造家墓 它的树形就好像雨伞一样 非常高 大概有两张 大概是20尺高 它的干净大概是两尺 那最主要为什么要使用这个造家墓呢 因为它的墓的性质非常坚硬 而且虫不会注入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没有注虫的 所以就是这个墓呢 就好像现在很多 我们这里所讲的这个 这个墓就是这样子 所以制造器具的各样的器材 都是用这个墓的 那么第五方面我们说呢 这个会墓是上帝与人同住的 这个第一个具体的表现 所以我是说呢 在伊甸园神与人同住 但是因为人犯罪之后呢 所以上帝呢 就是要什么呢 透过这个会墓 要与人同在 与人同住 所以我们说从伊甸园开始呢 以后也陆续进入到 在旷野的会墓 然后进入到所罗门的圣殿 到新月呢 道成肉身的耶稣 以及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呢 这个建立这个基督的教会 我们今天这帮基督徒 成为基督的身体 将来进入到这个千禧的国度 以至到将来这个新天新地 从创世纪 从创世纪的伊甸园 一直到新天新地 神的心意是没有改变的 祂要与人同在 与人同住 所以我们说呢 这个新天新地 其实就是一个更新的伊甸园 所以你可以看到神要做恢复的工作 我们感谢赞美主 所以我们说伊甸园 其实就是会墓 为什么呢 因为神命令呢 这个亚当来修理看守 这个伊甸园 但是你会发现到 这个修理看守呢 这两个西伯来文字呢 也出现在明书记 第三章第五到第八节 当初讲到呢 上帝设立立位人支派 神告诉他们 这些立位人要来办理会墓的事 看守会墓的器具 你会发现到 这个办理跟看守 这两个西伯来文 跟伊甸园的修理跟看守呢 是同样的一个字 所以给我们看到呢 会墓 其实呢 就是什么时候 我们说呢 其实伊甸园 其实就是会墓 所以就是说呢 这个会墓的一个的 就是一个伊甸园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所以我们说 灰墓呢 乃是什么 是恢复这个伊甸园的敬拜的中心 所以说在伊甸园中 亚当是与神同在的 但是因作罪的缘故 所以呢 人不能够与神同在 但是上帝的心意 仍然没有改变的 所以就是为什么呢 他就是以马内力上帝 虽然人得罪了上帝 也是为什么上帝 他要降身为人 道成肉身 住在人的中间 因为呢 这是上帝的心意 那么讲到这个伊甸园之后呢 所以呢 因作人的犯罪 所以当这个 一些人被蒙拯救 出埃及的时候 在旷野 神呢 就施力了这个的会墓 成为一个敬拜的中心 那我深信呢 所以我们说 灰幕就是恢复伊甸园的 这三方面 第一方面什么呢 神与人同住 神与人相会 以及什么呢 神对人说话 所以我们说 摩西带了以色列人 出埃及的时候 以色列人呢 因作悖孽 所以你会发现到呢 就在旷野漂流了 四十年的时间 在这个旷野漂流的时候呢 神在哪里呢 就透过这个建造的 会墓 当他们敬拜神的时候呢 神就在 以色列人当中 所以他们漂流了 四十年之后呢 才得以进到 这个迦南地 所以我们说呢 神在旷野呢 是借助这个会墓 来显明 神与百姓 同在 当我们说呢 当这个 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呢 神就借助 所罗门来建造圣殿 就取代这个会墓 那在昨天有讲到呢 其实原本是大卫 他是要这个 为神来建造 上帝的这个圣殿 但是上帝不许可 那昨天呢 我在讲的时候 在那个地方 可能讲错了一点 OK 所以就讲到是 因为他放上这个 奸淫的罪 所以上帝 他其实呢 真正乃是什么呢 因为乃是说他 神说呢 你不能够建造圣殿 是因为你流人的 这个的血 OK 所以特别是在 历代至上 讲得很清楚 在历代至上 第28章 第3节 就是因为你流人的血 所以呢 你是 没有办法呢 能够来建造 上帝的圣殿 OK 好 那所以我们说 当这个 所罗门建造圣殿 祈祷完毕的时候 声音说呢 上帝的荣光呢 就充满了 这个的 上帝的这个殿 当我们知道说 最后呢 所罗门王的圣殿 不但在 巴比伦时期呢 这个呢 圣殿呢 被毁 那甚至呢 这些呢 这个约会呢 也就被掳 就消失无踪了 但是感谢赞美主 进入新约的时代呢 道成肉身的耶稣 其实 神经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里说呢 特别在约翰福音 第13世纪的时候 道成肉身什么呢 住在我们的中间 充充满满的 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感谢赞美主 所以这里呢 就给我们看到呢 到接下去呢 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 复活升天之后呢 他继续要与人同在 是透过什么呢 教会的建立 所以我们这里说呢 神又建立教会 教会是什么 是神的殿 你会发现到呢 其实呢 在圣经里面呢 中文翻译成殿 但是呢 在英文 圆文的话呢 都是比较多 翻译成是神的家 所以我们说呢 神的殿呢 就是神的家 就是上帝居住的所在 OK 所以呢 要显明神 与祂的百姓同在 他说呢 你们也靠着祂被建造 建造成圣灵 居住的所在 教会是神的家 OK 所以当然我们知道说 身为基督徒 我们是什么呢 我们也是什么 我们的身体是上帝的殿 也上帝 也是上帝居住的所在 所以上帝也是一样 所以当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 我们要体验到了 神与我们同在 因为我们是上帝的殿 是神圣的殿 那么呢 在哥林桌前书 三章十六节 说岂不知 你们就是上帝的殿吗 神的灵 要住在你们里面 当我们说呢 这个 进入了这个 末后的这个时代的时候呢 圣经也告诉我们呢 主耶稣将要坐在 这个大卫的宝座之后 建立这个千禧年的 这个的国度 所以呢 到进入新天新地的时候呢 圣经在启示录第21章 22节讲到 主耶稣其实呢 他就是圣殿的预表 就是再一次的 完全恢复 当初神在伊甸园的 这个的心意 所以我们说新天新地 新天新地的就是 神的藏目在人间 要来表明 神与人同住 这乃是上帝的心意 所以因此我们说 上帝创造 神创造的 原本的意义是什么呢 神造人的目的 造你跟我 主要是要永远 与人同住 所以我们感谢主 神的心意 最终呢 也完成了 将来在这 新天新地的时候 其实他就是一个 更新的伊甸园 成就神自己的 这个的美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神创造的原意 从伊甸园开始 虽然人的堕落 但是神还是 透过会幕 透过圣殿 耶稣基督本身教会 包括基督徒 我们是 身体是神的殿 进入了千离人的国度 以及这个新天新地 所以我们看到呢 他是以马内地神 他要与我们同在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说 新天新地 其实就是一个 更新的这个的伊甸园 所以我们从 这个就在昨天 讲到这个地方 接下来我们说 从以上的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会幕乃是上帝 与人同在的 一个的雏形 也就是说呢 在日后陆续呢 你会发现 刚才所讲的 有圣殿 耶稣 教会 基督徒 千禧年国度 新天新地 重点都是表明什么呢 上帝他焉郁 与我们同住 所以当我们想到 这里的时候呢 弟兄姊妹 我们的确要 存作一股感恩 存作这个敬虔的心 来敬拜他 所以我们必须 对神 这个呢 对神有一个 敬畏的态度 所以很重要的 除非你对神 有敬畏的态度 不然的话 你没有办法 在生活上 过一个敬虔的 这个的生活 所以我们从这个 灰墓我们可以看到 总结这几点呢 就是神 就是要我们 以他为中心 来生活 所以呢 神就是我们 敬拜的 这个的中心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呢 当这个 建造 这个在旷野的时候 他们 这个 制造这个 灰墓的时候呢 这些 十二个支派 是围绕着 这个的灰墓 所以我们说 灰墓是在 以色列人的中间 这象征什么呢 他们的生活 是要什么呢 以神为中心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图 就是一个 很明显的历史 这个灰墓的周围呢 都是这些 立位人 围绕着 对不对 所以他禁止 这些以色列人 靠近 为什么呢 靠近这个灰墓的话 是神圣的话呢 会被神呢 这个 这个 击杀死的 所以他们 这些十二个支派呢 就围绕着 这个灰墓 会墓呢 成为一个 敬拜的中心 所以我们会墓的 这个位置呢 就是以色列人 在中间 成为以色列人 生活的 敬拜的中心 所以问我们自己 弟兄姊妹 你我的生活 是否也 以他为中心呢 就包括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工作 那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言谈 一切是什么呢 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要为耶稣 我们所做的是否 以敬拜为中心 但我们说 敬拜的焦点 就是耶稣基督 第二方面呢 从会议我们看到呢 可以看到呢 特别在 立位记那里 特别讲到 这个圣志呢 出现了七十多次 给我们看到 我们要过一个什么呢 天天生活在圣洁的当中 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 真实的敬拜者 你必须要分别为圣 特别呢 这些的祭师 OK 特别大祭师 神吩咐他们呢 要用金针 做一个牌子 上面呢 刻作一个的书法 特别强调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 这个冠冕 那个地方呢 刻作这个字 那个字是什么呢 归耶和华为圣 所以给我们看到呢 今天我们在 新月时代也是一样 我们人人皆祭师 所以因此呢 我们常常被提醒 我们需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那这是非常的这个重要 所以我们不但要过圣洁的生活 让我们的敬拜 是一个圣洁的敬拜 Amen 让我们的服事 也是一个圣洁的服事 特别从这个会幕 我们这一次呢 就要学习敬拜 让你的敬拜 是一个圣洁的敬拜 让你的服事呢 也是一个圣洁的服事 那第三方面 透过这个的会幕 给我们看到神 要住在我们 住在哪里呢 你可以看到神 在会幕的当中 是什么呢 降临祂的荣耀 特别是在这个直圣所 就是 也就是今天神 要住在哪里呢 祂是要住在我们心灵 内里的最深处 就是心灵 使我们呢 成为祂的这个灵宫 我们知道说呢 会幕有分参层 对不对 有外焰 有圣所 跟这个直圣所 所以今天我们也有 灵魂体 所以我们的身体 就好像外焰 我们的这个魂 我们的思想 感情意志呢 就好像在这个圣所的部分 那更重要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灵 我们的心灵 就是我们灵 所以今天我们在敬拜神 要与神会面 必须要用心灵 成事 发自内心的 这个的真诚 所以我们说有了会幕 但是呢 服事呢 是需要有祭司 特别我们要从 祭司的祭袍的当中 来提醒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人人皆祭司 我们读立位记第八章 第六节到第九节 神就告诉摩西 就带了要求摩西 带亚伦跟他的儿子 这些都是属于立位失派的 然后什么呢 很重要 第一 要用水洗他们 给这些亚伦这些大祭司 穿上什么呢 内袍 要束上腰带 穿上外袍 又加上乙伏德 又在旗上 巧公制的带子 把乙伏德 系在他们身上 又给他们戴上胸牌 这个把乌林土民 放在胸牌里面 把这个冠冬 带在他们头上 在冠冬的前面呢 定的一个金牌 其实就是圣光 都是照着耶和华 所吩咐摩西的 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 就是讲到这个大祭司 他有这些的圣物 这个胸牌 乙伏德 左边的乌林土民 金香如 都是指大祭司的圣物 我们先看一下 大祭司他的服装 他所穿载的 你可以看到呢 这主要是这七方面的话呢 它的象征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第一个呢 就是讲到这个圣光 那这个呢 冠冕呢 就是在这些 你们可以回去 这个对照这个经文 那这些在新月里面呢 一个相对照 这个冠冕表示说 这表示祭司荣耀的职份 要看重的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服侍者 你要看重你的服侍 你的服侍是一个什么 讨神喜悦是荣耀的 OK 那所戴上的金牌 提醒什么 这个呢 就告诉我们 归耶和华为圣 所以今天 我们必须要分别为圣 让我们的服侍 让我们的敬拜呢 是一个分别为圣的 侍奉与敬拜 不但呢 开始讲到呢 从里面 所以呢 穿这个内袍 是用这个 这个戏码 制造的 所以呢 表示内里要圣洁 告诉我们呢 神不但看人的外表 祂要看到我们呢 心灵的圣洁 然后有内袍之后呢 再加上这个外袍 是蓝色的 是表示什么呢 是一个属天的这个记号 今天我们的服侍 是一个什么呢 是属灵的 是属天的 是神蒙玄约纳的服侍 要保善这个腰带 就是一个仆人 我们必须谦卑 向这仆人的做工 更重要 神经告诉我们 要以真理来束腰 我们的服侍呢 要按照上帝的心意 来这个服侍 然后呢 他们的这个脚 你看到这个 对不起 刚才一个一个放下去 腰带第五了 然后第六呢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石榴 OK 那这个石榴的话呢 是表示什么 要接触丰盛的 这一个的果子 所以我们今天 要什么呢 为主什么呢 在主里面呢 多结果子 另外一个什么 金铃铛 就表示要谨慎 要光明 要金钱服侍 因为听说呢 他们这些大祭司 那一年一度呢 就是进到这个职圣所 你会发现到呢 为什么要铃铛呢 因为你在走动 你在服侍的时候 就会听到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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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但是你会发现到呢 大祭司也是人 那如果大祭司带着罪的话呢 他带着罪来服侍上帝的话呢 一进到这个职圣所的话呢 就马上呢 被神击打 所以呢 你会发现到呢 这些大祭司 他的脚呢 又绑了一条神 这个绳缩 他们在外面等 发现到 如果呢 在服侍的时候呢 脚在移动的时候 有声音 过来一段时候 发现到 怎么没有声音的 可能呢 就是什么呢 它就变成一个什么呢 扑倒在这个地上 所以他们又不能进去 只好呢 用神说呢 把他这个尸体呢 拉上来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的服侍 是上帝是轻慢不得的 不要习惯 带着罪来服侍上帝 这是非常的重要 那举手呢 就表示什么呢 的确 圣经告诉我们 要举起圣经的手来祷告 带出了服侍 那么侧着脚 就表示什么呢 就是要放下 对呀 侧着脚就是完全的奉献 连鞋都没有 就脱鞋 完全的奉献 就是舍己 无己的这种的生命 所以给我们看到 今天我们身为 一个真实的敬拜者 我们服侍神呢 我们都是祭师 透过这些祭袍 神对我们的要求 所以让我们呢 好好地珍惜神 给我们服侍的 这个的机会 所以这个刚才 在前面已经讲过 这个会幕呢 所彰显的里面的气质呢 其实它的焦点呢 就是被定在 十加上的耶稣 但我们感谢主 耶稣他复活了 他是成为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配得我们永远地 来这个敬拜 所以在这里呢 这个摩西路会幕这里呢 做一些的这个总结 那么会幕中的敬拜 这个同祭堂提醒我们 是一个什么 全心献上的敬拜 从外宴的第二洗桌盆 我们的敬拜 必须是一个 首节心轻的敬拜 那进到这个的圣所里面 橙色饼桌 告诉我们 必须要领受 灵良的敬拜 当我们在敬拜当中 要神的这个的话语 可以成为我们 成为我们的这个敬拜的根基 领受上帝的这个启示 所以呢 也就是说金灯台 我们的敬拜 是一个圣灵启示的敬拜 那么金香堂就是呢 所以我们说敬拜跟祷告 是息息相关的 就好像呢 在这个 在这个天上的这个的敬拜呢 每十二十四位长老 包括这些四活物等等 每个人一手拿着琴 一手拿着金香炉 就讲到呢 祷告跟敬拜呢 息息相关的 那个约柜跟这个 施恩座 表示什么呢 与神连结 是一个爱中相遇的敬拜 所以我们感谢赵美祖 从会幕 我们可以学习到 神和神心意的 这个的敬拜 但是很重要的 特别讲到 全心献上 手节心轻 就是什么呢 一切都是从心开始 发生内心的真诚 用心灵神事来敬拜他 所以接下去呢 讲了摩西的会幕 我们要讲到这个 大卫的会幕 特别讲到 大卫会幕 跟摩西会幕的由来 那我们说呢 先有这个摩西的会幕 然后就进入了 大卫的这个时期 这个月柜呢 最后呢 从这个非力士人手中呢 抢夺回来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呢 就是为这个月柜 不在这个摩西的会幕 就在什么呢 大卫的这个了 葬幕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从摩西的会幕 到大卫的会幕 这整个会幕的 重要的这个进展 在你们的讲义有 首先呢 就是上帝呢 在西乃山上 指示摩西来建造会幕 包括一切的器具 当然更重要的这个月柜 基尔在创一记二十五章 建造了会幕 对呀 然后呢 我们开始呢 神的荣耀充满 然后他们开始呢 就起行在这个旷野 这个的生活的时候呢 神就借着会幕 里面的月柜呢 象征与他的百姓同在 所以他们在旷野的这个敬拜 我们说当他们离开埃及 大概一年的时间 会幕完成的时候 但是应做他们的悲念 所以呢 因此在旷野四十年 在这四十年当中 一些人在什么地方敬拜呢 就是透过这个的 可移动的会幕 就是成为他们 敬拜的一个的中心 我深信呢 这个会幕这是很重要的 是要分别为圣 我当神呢 在这个西乃山上呢 颁布给摩西 推药十节以外 三节律法 第二呢 就是这个会幕 为什么又有律法 又有会幕 我相信这个律法 是要他们遵行的 但是上帝已经遇见 之前已经知道 以色列的百姓 将来他们悖念 不听神的话 以色列得罪神 所以呢 他们或者说呢 去拜外班的神 在那种情况底下 所以他们必须呢 再次的分别为圣 所以透过这个会幕 让他们有机会呢 在神的面前什么呢 就是献上这些祭 求神呢 来赦免他们所犯的这些 这个罪 包括不遵守神的这个的 诫命 所以当他们这个 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 在约束亚这个时期 以色列人就进入迦南地之后呢 那个时候呢 会幕什么呢 就是设立在这个 世罗的那个地方 但是呢 我们说呢 后来到了这个 以利做祭司的时代呢 这个月桂呢 就什么呢 离开这个会幕 是什么原因呢 那是因为他们呢 就被非力士人 在一场的战争 就是在亚士图打仗的时候呢 就被非力士人 把这个月桂挪去了 但后来呢 这个月桂呢 又什么呢 因为这个月桂 有神的同在 所以呢 这些非力士人呢 把这个月桂 带他们那地方的时候呢 面对许许多多 上帝的这个刑法 所以以示他们什么 再次把这个月桂呢 送回去 所以当最后呢 这个月桂 被送到基利耶林的时候呢 就在那个地方呢 停在亚比拿大的家中 二十年 OK 就讲到这个重要的这个进展 当这个扫罗 暂时在基利波山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呢 这个月桂呢 就是那个没有 没有月桂的会幕 就从四罗呢 迁移到这个 激变的这个地方 但是当这个大卫 就打败这个非力士人的时候呢 就能够再次的 到这个基利耶林 就再次的迎接这个 这个月桂 因为这个月桂 就是预表上帝的同灾 但是呢 因着呢 在路上发生了一个事件 就是乌萨 遭受上帝的 这个呢 祭萨的事件 所以最后呢 这个大卫呢 就将月桂 转移到这个 而别以东的这个家中 这个就是 给我们看到这个地图的话呢 给我们看到这个 鸡变跟耶路撒冷 还有世罗的这个地方 你们可以看 这个的地图 所以当我们后来 大卫再次的派人 OK 当这个大卫呢 建立这个 大卫王朝的时候呢 所以他是要把 想说再次的 要把将上帝的 这个月桂呢 带回 所以他就为神造了 这个所谓的 这个藏幕 称为大卫的藏幕 再次派人将 到耶路撒冷 能够迎回这个月桂 所以就把他 抬到什么呢 大卫城的这个藏幕里面 当然到了这个 这个所罗门 这个时期 也就是说 原本大卫要为神 来建造这个的圣殿 听说他 犯上了杀人的罪 所以上帝呢 只能够什么呢 把这个建造的 这个圣殿呢 交给这个 他的儿子所罗门 所以所罗门建造圣殿之后呢 就将这个月桂 就从大卫的城中呢 抬进这个所罗门 圣殿里面 然后呢 也带走了会幕和 会幕里面 一些契机 就完全搬迁到 这个圣殿里面去 但是我们知道说呢 到了这个 巴比伦时期的时候呢 他攻入这个 耶路撒冷 最后呢 这个月桂呢 就被掳 所以月桂呢 在巴里比伦 将这个时期呢 将这个月桂掳去的时候呢 从此这个月桂呢 就消失无中了 所以从这个图表 你可以看到 这个会幕 在旷野来到什么呢 进到这个 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 就是会幕是在 这个摩西的会幕 是在四罗 但是在以利 做事实时期 所以呢 月桂就被掳去了 所以你会发现到呢 这个时候 这个呢 这个会幕里面什么 变成没有月桂的会幕 是在四罗的地方 那月桂呢 是被掳 后来这个呢 菲利斯人 就把这样的月桂呢 又带回去 送回来 所以就放在这个激烈野林 在那个地方 大概是七十年 后来呢 大卫在 耶路撒冷做王之后呢 这个月桂呢 也暂时放在 这个额别以东的地方 三个月 那最后呢 就 最终呢 这个月桂呢 就 放在 大卫所知大的 这个帐篷在 这个耶路撒冷 但是呢 我们说这个会幕 在四罗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呢 当所罗门 做王的时候呢 他就 就撒了拿坡的 众祭师 OK 在 当这个月桂 这个会幕呢 从四罗 移到拿坡的时候 后来又再 移到这个鸡片 就是 这个所罗门 王登基之后呢 就在那个地方 献祭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个月桂呢 但是到最后 你看到呢 就在 当所罗门王 第十一年 建造完圣殿的时候呢 就再次的 把将这个月桂呢 带进 这个所罗门王的 这个圣殿里面 这是大概 是有关于 这整个 这个的流程 从会幕 到这个圣殿 中间有这个 大卫的会幕 整个的这个流程 所以我们说 大卫做王 大概三十年 摩西的会幕 跟大卫会幕是什么呢 在特别 大卫做王三十年的时候呢 是同时并存的 怎么说呢 这个呢 摩西会幕 是在积变 看说 但是呢 大卫的会幕什么呢 是在耶路撒冷 对 一个是在积变 一个呢 是在这个 耶路撒冷 那么我们说呢 这个时期呢 那大卫就安排 两批的祭司 分别来服事 所以一些 一些的祭司在积变 但是积变的 那个会幕呢 是没有月会的 那另外呢 是一批呢 是在这个 大卫的 这个帐幕里面呢 来这个服事 所以这里 你可以看到 这摩西会幕 跟大卫的 会幕的之别 就月会 被掳之前呢 大祭司 只有一年一次 进到圣所 在月会前行 赎罪之礼 把这个 西京的雪 弹在诗恩桌上面 但是大卫的 会幕是什么呢 完全不一样的 大卫的会幕是什么呢 他安排祭司 在那里 24小时 昼夜在那里 弹琴 鼓舌 唱诗 敲拨 吹号 还有守门的 那摩西的会幕呢 当月会被掳走的时候呢 就归回到 这个祭变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呢 虽然没有月会的 这个的会幕 但是呢 在大卫时期 他仍然还是安排 这些祭司早晚 献祭个耶和华 但是在大卫 耶路撒冷的 这个会幕 那么呢 这个 昼夜 不仔细的 所以大卫的会幕 就是24小时的 昼夜 来敬拜 不同的祭司呢 轮班制的 所以我们说 大卫的会幕 是一个有月会的会幕 但是在大卫时期 摩西的这个会幕呢 是一个没有月会的 没有月会的会幕 所以给我们看到 摩西的这个会幕 我们再复习一下 有这个外宴 有这个圣所 有这个直圣所 有不同的 这些的器具 那当然 还有什么呢 圣所跟直圣所之间呢 有一个的慢指 OK 隔着 但是呢 我们说呢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给大家一个的提醒 这是外宴 圣所跟这个的直圣所 外宴有同济堂 洗桌盆 内院有金灯台 橙色饼座 还有金香堂 这个呢 这个直圣所 有这个的月会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的图像 再次的加深 大家的这个的印象 那么再看一下大卫的会幕 特别接下来 特别强调大卫的会幕 它只有月会 这个整个会幕里面呢 没有慢指的 只有一个月会 月会里面呢 有三件的东西 是两块法板 第二是什么 砖玛拿的金挂 以及什么呢 亚伦发芽的帐 以及在月会盘 还有这个律法书 圣经里面的记载 那么从这个 这个就是你所看到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法板 玛拿金挂 跟亚伦发芽的这个帐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大卫的会幕呢 所带来的这三方面 是要带来什么呢 因为神说 他说在末后的时代 我要重新建造 这个倒塌的帐幕 那重新建造 他原来的意思是 重新恢复 所以我深信呢 这个大卫的会幕 所要带给我们的信息 神要在末后的时代呢 做三方面的恢复 我相信从这个的 这个的月会里面的 这三方面的东西 两块法板 我深信在这末后的时代 神要做什么 圣洁的这个恢复 这是很重要的 这也就是这个呢 神也要透过敬拜 因为大卫的这个 帐幕的一个 就是一个24小时 27的敬拜帐美 我相信的敬拜帐美呢 能够带给这个时代 这个圣洁的这个的恢复 第二方面呢 砖玛拿的金光 这玛拿是预表什么 属天的灵粮 是上帝的话 所以我深信呢 神也要在这个时代什么呢 恢复上帝的话 让我们再次回到 这个的起初点 圣经为这个准则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好好的来 珍惜上帝的话 神要透过这个大卫的灰幕 恢复这个 话语的恢复 当我们说亚伦发野的帐呢 就是呢 代表神的恩高 因为这个帐的话 是孤帐 怎么会有发芽呢 所以我深信呢 大卫的灰幕告诉我们 就是这三方面的这个灰幕 但是你会发现到 大卫的灰幕是没有慢止的 有多位的祭司在祭堂 在这个约会前服侍 而且呢 他们服侍不像大祭司 只有在赎罪之一年一度 所以给我们看到今天 我们可以什么呢 坦然无惧的 任何时刻 任何地点 我们都可以来服侍神 因为我们说 侍奉就是敬拜 敬拜呢 就是侍奉 那有关于这个约会的这个样式 OK大小 给大家一个概念 所以它大小长二 二轴半 扩一轴半 高一轴半 那材料呢 是里面是造假幕 外面是包金金的 约会里面呢 有这三件东西 那在约会上面呢 就是什么呢 有这个基督伯的 引造作的施恩作 所以施恩作上面呢 就有这个什么呢 基督伯 所以这个施恩作 这个施恩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遮盖罪的缘故 所以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基督伯是 预表上帝的这个刑法 当时的阴作 这个祭司献祭的时候 把血 OK 洒在这个施恩作那个地方 代表呢 是解除上帝的愤怒 所以以致在这恢复 人神的关系 那在约会旁呢 有这个摩西的这个律法书 这是有关于这个 约会的这个样式 OK 这个是你所看到的 那从这里我们再看一下 约会的这个意义 其实约会是代表神的宝座 那很重要的 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赞美敬拜 来到神施恩宝座的面前 赞美敬拜 就是来建立上帝的宝座 就好像以赛亚 当乌西亚王奔的那天 他是什么呢 我看见 主高高坐在宝座上 那里所形容的 就好像在这个月桂上面的 这个施恩座那里 讲到呢 有这个撒拉夫势力 彼此面对面 有六对的翅膀 两对翅膀遮脸 两个翅膀遮脚 两个翅膀飞翔 而且呢 彼此复汉说什么呢 圣灾圣灾圣灾 万岐的耶和华 他荣光充满圣殿 这个情景呢 就像在这个执圣所的 这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月桂 就预表上帝的宝座 第二方面呢 我们身心的月桂呢 也预表什么呢 神的这个的同在 因为在这个会幕那里 神说什么呢 我在那里 就是经过在执圣所 要与你相会 在这两个基督伯中间 他说呢 要和你说话 所以今天神不但要 与我们同住 要与我们同在 也要与人会话 那 约归的第三方面的意义呢 其实 彰显 神的这个荣耀 所以还记得吗 当这个会幕建成的时候 神的荣耀呢 就降临 特别是降在这个的 执圣所里面的这个约会 所以预表神的荣耀 那第四方面呢 这是预表什么呢 神的丰盛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三 斯科罗西第一章十九节 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的 居住在基督耶稣里 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 给我们看到呢 约会所代表的这个意义 所以也就是说今天呢 我们来到执圣所 最主要我们是来到什么呢 神的宝座 来到上帝的同在 能够呢 经历在神的荣耀 我深信什么地方 有神的同在 什么地方就有 上帝荣耀的彰显 那个地方呢 就有神什么呢 丰富的预备 丰富的供应 我们感谢 我们赞美主 那有关于这个 约会的这个迁移 曾经被安置在三个 大圣所里面 这个约会 第一当然就是在 这个摩西的会幕 是安置在基变上 后来 在大卫的时期呢 这个 这个约会 被掳了 后来又带回来 这个大卫呢 就把约会放在 大卫的赞幕 那个时候呢 约会是在什么呢 在这个西安山 耶路上的这个西安山 然后最后呢 在所罗门的圣殿 是建立在哪里呢 就是在这个摩利亚山 这摩利亚山 就是当初 亚伯拉罕 宪子以撒的那个山呢 就是摩利亚山 这是讲到 约会的这个迁移 OK 这三方面的迁移 那么说呢 约会被巴比伦 掳走之后呢 就从此呢 就消失无踪 但是我们感谢主 今天约会在哪里 那天上的约会 其实呢 有一个天上的约会 其实呢 在启示录里面呢 出现 我们读一下 启示录第十一章 你的讲义那里呢 可能有打错这个章节 应该是第十九节 我们读一下 当时那天 神天上的殿开了 在殿中 出现他的约会 弟兄姊妹 奇妙不奇妙 地上的这些 有形的约会 被掳去了 但是神呢 是什么呢 所显出来的 在上帝的天上的 圣殿当中呢 出现神的约会 随后呢 有闪电声音 雷 轰 地震 这个大报 感谢赞美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神永远与人 同在的启示 给我们看到呢 是地上有形的 这个约会是代表 神的同在 但是呢 这个启示呢 耶稣基督 就是约会的代表 所以给我们看到呢 神就是永远 与我们同在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 在新约时代 神祂道成了肉身 祂就是那个 属天的这个约会 住在我们的中间 充充满满的 有恩典 有这个真理 所以这个住的意思呢 言文的意思是什么呢 祂暂暮在我们当中 当我们讲到暂暮的时候 就是我们想到 在旧约里面的会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一个旧约里面的会幕 那月会的中心呢 点呢 就是预表耶稣基督 所以耶稣基督 就是你我敬拜的中心 耶稣基督 就是你我服事的焦点 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说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呢 祂就是什么呢 感谢赞美主 属天的这个的赞目 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呢 神的赞目在人间 感谢赞美主 圣经说什么呢 启示录21章第3节 祂说祂要永远与我们同在 那第三方面呢 要讲到重建大卫的这个赞目 我们说两月呢 都有重建大卫赞目的这个应许 不论在旧约 或者在这个新约 OK 但我们说呢 神不论是在旧约 还是在新约呢 都有提到 祂要什么呢 重建大卫到祂的赞目 其实在言文里面是说呢 重建的时候 祂的意思要恢复 所以也就是说呢 我相信呢 神要在这末后时代呢 做恢复的工作 什么是恢复 其实恢复就是复兴 很多时候我们说 祖阿求你复兴 其实呢 恢复 最重要的恢复 就是恢复人与神的关系 也是当我们呢 恢复跟神的关系的时候呢 关系的恢复 其实就是复兴的开始 所以我相信呢 神也要透过这个大卫的赞目 再次呢 重新做恢复的工作 我们说究竟这个赞目 有些什么特别呢 所以呢 其实这个很简单的 这大卫的赞目里面呢 也没有曼子 就是呢 这个约会 然后呢 有许许多祭司 就在这一个呢 大卫的这个赞目的周围 在那里呢 周月24小时 在那里呢 敬拜跟赞美 其实这个就是给我们看呢 蜀天的这个呢 敬拜赞美的这个模式 所以给我们看到呢 约会其实就是 慧幕的核心 这也就是代表 神与人这个的同在 给神与人这个同在 所以我们说呢 旧月 所以我们说 重建这个大卫的慧幕 所带来的这两方面的恢复 就是呢 第一就是旧月以色列的复兴 也就是说呢 在阿摩斯书第九章 第十一到十二节读 到那日 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赞目 堵住其中破口 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 重新修造 像古石一样 使一些人得以 得以东所胜于的 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人 只乃是行 这事的耶和华说的 所以我深信呢 在神要在旧月方面呢 祂要带给什么呢 以色列的复兴 我深信以色列的复兴 不单止包括 这一个以色列的子民 也包括以东的子民 OK 所余圣的 包括所有 凡是称为主民的 所以我相信呢 透过将来的 这个的恢复的工作 我相信呢 要经历幕后的 这个大复兴 有许许多多人呢 对要什么呢 来什么呢 来敬拜主 这是在旧月方面 那在新月方面呢 我深信这个恢复 神要什么 带领许许多多的 那些外邦人 各族各群的人呢 来归向上帝 在使徒行传第15章 16到18节 正如经上所写的 他说 此后我要回来 重新修造大卫岛 他的章目 把那破坏的 重新修造建造起来 他说什么呢 叫圣余的人 就是那些 还没有认识的 许许多多 各族各群呢 反而是称为 我名下的外邦人 我相信呢 当这个大卫 会幕的恢复 就是呢 24小时 昼夜的敬拜 赞美的 这个恢复的时候呢 神要做奇妙的工作 要使到 许许多人 都要来寻求主 他说这话 是从创世以来 显明这事的主说的 我们要看到就是 神为何要重建 或者说恢复 我们说重建的意思 就是恢复 大卫的这个章目呢 那所带来的 有这几方面 就是呢 带来教会的 这个的捷径 我相信呢 那些经历大卫 章目恢复的西安子民呢 肯定是圣洁的 肯定是公义的 肯定呢 是什么呢 是洁净的 所以呢 在诗篇第四五篇 这里说什么呢 耶和华 谁能站在你 藏目寄居 谁能在你圣山居住呢 就是那些什么呢 行为完全 行事公义 心里说实话的人 所以第二方面 所带来的是 教会的这个的恢复 也就是为了预备迎戒 将来临的这个复兴 所以在使徒行传 第三章二十一节 他必留在天上 直到什么 忘物复兴的时候 他必留在 也说耶稣基督 相信耶稣再来之前 必定会有一个什么 经历这个忘物的这个复兴 他说什么 这是神自古 借助众圣先知所说的 那第三方面呢 就是要经历教会的 这个极大的这个复兴 我相信呢 今天我们要为灵魂的收割 做好准备 因为呢 在生命纪第十一章 这里说 如果你们留心听 我今日吩咐你们的诫命 爱耶和你们的神 一心一意事奉他 就必将 按时降雨在你们地上 就是什么呢 秋雨和春雨 使你们可以丰收 这个五谷 新酒和新油 这五谷新酒跟新油 就代表什么 大丰收 大喜乐 大恩高 OK 所以我们在末后时代 要这一方面经历 最后是什么 我相信呢 这个为什么要重建 或者恢复大卫的栅目呢 让教会能够经历一个极大的 这个的收割 我相信呢 教会 福星的教会 那必得 这个福星的秋雨和春雨 因为当春雨秋雨降下来的时候呢 有大丰收 有大的这个恩高 来经历 来收割上帝的 这个的专家 OK 所以也就是说 神为什么要重新 这个建造 或者说恢复大卫的会目呢 让我们明白 要带来这四方面 就是教会的捷径 教会的恢复 教会的福星 和这个教会的收割 平安